這一份筆錄在座的時候其實就不是在現在這個名單裡面 就是跟蔡漢雄一起來的那些警察 然後一個座然後一個旁邊一個座站旁邊 然後你現在回答只要不滿意 然後就是用腳踹 在下面用腳 用腳然後是用這樣子或者是用這樣子 那時候後來是遇到那個 他們有帶劉忠仁來警察局 然後那時候在問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劉忠仁 我跟他說我不知道 然後他那時候就大力的拍桌問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劉忠仁 那時候就會怕 然後我就跟他說是 對 然後後來這個筆錄一直做到差不多四點的時候 他們在零晨四點 然後他們才換蕭文偶跟另外一個 來去問這個筆錄 然後問到差不多六點的時候 王俊輝才說 這個檢察官要來 然後這個筆錄同樣再重做 所以我們六點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再重做第二份筆錄 然後那時候才由那個王俊輝接手去做這個 所以那份筆錄時間是沒有問題 他沒有往後壓 他是把那個 那個兩點多還是三點的時候到六點 那那一份第一份筆錄 沒有給他列進去 然後甚至那個做筆錄的那個解放 他也沒有給他寫進去 那其實做這一份筆錄 光那一天第一份筆錄而已 就換了三組九 三組還四組 就馬拉松就對了 對馬拉松就一直這樣子換下去 然後第二份筆錄的話就是 把你從南手借題出來 他借題出來的時候就跟你說 那個郭俊輝去做策謀 就編故事開始講 就說那個郭俊輝他被 那個策謀 然後他被人家打得怎麼樣 然後你要去的時候 你可能要傷心 然後再來就是跟你說 那個蝴蝶刀有刀槽 跟沒有刀槽的差別 殺人的那個差別怎麼樣 所以他們的認為才會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車上一直教你說 喔那個張青木被殺的時候 還有陳寶珠被殺的時候 那個刀傷怎麼樣 然後那個你說的 怎麼會跟他們的刀傷不穩 然後就整個在車上就一直說 喔這個要怎麼殺 這個要怎麼殺 然後才會吻合這個傷 所以到了正式要做筆錄的時候 其實這個筆錄裡面在寫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照他們指示的 就是簽 對那連他有跟你講說 你有沒有認說 你有強姦那個 對這個 陳寶珠 那你也認 也認啊 啊認了之後 你也沒辦法不認啊 因為在那個環境壓力之下 然後他們也會對你出手 那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說 我進去之後 我還有沒有機會再出來 動手的是誰 動手的 動手的很多啊 反正就馬拉松裡面有誰都 都可能都有份 都有份 只要是那天做專案 就是那天的專案小組裡面 大部分的人都有動手 那些警員都有動手就對了 對 那都哪裡哪裡 那時候就是 到後面檢方要 就是來到歸人分局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像你們這樣子圍著 然後一個一個就是 是戲內性的 有點像戲內性的 就呼你巴掌 然後那時候檢察官也有看到 可是他卻說 這個不是在打的 這個只是在玩遊戲而已 他打你巴掌 對啊 然後可是 檢察官那時候不處理 你也沒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 為什麼沒有在警方那邊 表示說 就是跟檢察官說 我有被刑囚 就是因為你今天 你看到我被打 可是你卻沒有做處 處事出來 那我怎麼再跟你講說 檢察官在現場都有看到 都看到 都看到 都看到你被護法掌 對 有啊 這是事實啊 我不是我有亂編的啊 所以警方有引導你 在做筆錄的時候 有引導你的問答 對 他們就只是跟你講說 你做這個筆錄的時候 你不要回答什麼 你只要回答 是不是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其他都是由他們在寫 所以 你說這個筆錄 寫出來 總會沒有問題 說一下嗎 就是 叫他們敢做改當 對啊 當時 當時 動手的這些警察 要敢做改當 對啊 要說錢 我都敢出來了 他們為什麼不敢出來 對啊 你要面對司法的時候 就整個人都說錢 好 好 啊 好 有 那 我們 都不敢做